中文字幕 李宗盛 廣告 反洗腦廣告 反洗腦廣告 反對硬銷生意計劃 反對硬銷生意計劃 五道市民 五道市民 兩者生活尊嚴 每個月有二千二百元 有六十五歲 有經濟需要就可以申請了 肯定有誤讀 根本政府都沒通過 又說 二千二百元 根本就在領域 政府都沒通過 你那個長徵 你現在更衰過拿中護 是吧 長者生活津貼 簡單申報 幫補所需 我們兩夫妻有自己家 安安定定 好滿足 他只是很強調 就是告訴你 那個告白將來會怎樣 多有美好 其實這個 這個新界東北發展 根本也是未落實 為何政府可以這麼快 把這些告白 把全香港市民去洗腦 告訴他們 未來的發展都會形成這樣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對香港人的事實 我們觀察到 近一個多月 政府是去買一些廣告 我認為是有洗腦之嫌 還有是有不盡不實之嫌 去做一些這樣的宣傳 我們認為不應該 其實抵觸了 以前的廣播事務條例 因為那個是說 是一個API 是一個公益的廣告 很多人政府就是去演繹 這個是屬於公益的廣告 將一些已經 都還未成為事實的事 變成好像寄成事實 這樣去宣傳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他的演繹 但是我去看就是一個濫用 其實這個是抵觸了 基本的規定 為什麼要這樣的規定呢 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濫用了 就告訴我們 其實政府是沒有討論的餘地 但現實上是在討論著的 亦都說沒有爭議的餘地 但實際上是在爭議著的 亦都會令人覺得 說和這些政府建議相反的意見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再進一步去看 就是說 它會令到政府 和這些相反意見的人 或者團體 是處於一個對立的階段 對立的局面 所以變成對於社會的和諧 或者社會團結來說 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破壞作用 換言之就是說 沒得談的 政府一定要去的了 那你其他意見是噪音來的 那對於整個社會來說 就是一個分化的社會 這個對於社會 完全是有百學系無一利的 API 是發牌條件之一 就是這些電台 甚至是香港電台 甚至是商業電台 以至是其他的免費電視 它在一個小時裏 需要播放多少API 這是發牌條件來的 但問題是 什麼是API的廣告呢 這個就是爭議的地方 這個也是我們會覺得 政府有潛穴 它應有權力的地方 這個就可以是 既然是這樣的話 會涉及到一些權力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一個恰當的使用 這個其實是它應該管制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覺得那個不是API廣告 而它當作是 而事實上那些真的不是的話 這些電台不是在做一件事 不是在播放API廣告 是在播放政治廣告 而政治廣告 是在現有的法規裏面 是不可以在電子媒體裏面播放政治廣告的 API其實是所謂社區建設 Community Building 就是去引發大家 對一個地方的認同 對香港的認同 所以變成是諮詢 選民登記 大家去投票 這些基本上是一些 是幾嚴守 所謂政治中立的東西 但是現在所做的那些 無論是東北發展 或者是這個生活 就是長者生活津貼 其實都是有一定的 就是取向和政治的過程裏面 還未到達一個決定的階段 所以變成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做這件事 是會令到其中一方面的人 在輿論的聲勢上面 較為有利的 這就是一個政治 這個政治本身就是 在現在的規制裏面 嘗試去排除 而是嚴守 所謂這個大眾電波 在政治上中立這個角色 就因為大氣電波是有限的 如果用政治廣告 其實你就變成有錢的人 有資源的人 你就可以用到這個大氣電波 去做一些對利益直接有關 還有有利的做法 而現在政府就正正在用這個方法 是嗎 政府就變成指許官家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政府就可以做政治廣告 其他人就不可以 就算有錢都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